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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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曼曼 今天也謝謝你點開我的影片 這一次想要出發去 京都的人氣商店街走一走 今天是從南坡的潛漁站 天下茶舞 搭乘Metoro 玉塘金縣到淡路 再轉乘版籍京都本縣特輯到烏丸 這幾天的氣溫涼爽很多 很適合外出走走散步逛街 日本這邊真的一到換季時期 氣溫就會有很明顯的變化 大家來旅遊的時候 要小心注意身體 今天在前往商店街之前 想要先去吃一間 前幾天在網路上發現的 京都時尚的拉麵店 喜歡這種日本味濃厚的建築 從烏丸車站走過來 大約10分鐘左右 就是這一間 和釀涼麵 斯卡里 這一間位於京都的人氣拉麵店 沒有招牌也沒有宣傳 從外觀看過去 完全看不出來這是什麼店 室內的每一個角落 也都很有京都和風的味道 店內客滿食的客人等待區 聽說遇到假日 這裡會做得滿滿的 點餐是用入口處的點餐機 他們家有賣蘸醬麵 還有一般的湯拉麵 配料的話有豬腸 叉燒 黑毛和牛 三個種類可以選擇 結帳的部分 現在好像不能付現金 但是可以用信用卡付費 有一點小小的不方便 結帳之後 前往位於二樓的用餐區 店內空間不太大 座位也沒有很多 但是環境明亮又乾淨 因為一開店就來報到了 所以客人還不多 從最旁邊透明的窗戶看過去 也可以欣賞到 復古懷舊的景色 叫座後 直接把剛剛的單子拿給店員 與懷舊復古的店外相反 室內的空間非常的簡潔優雅 座位區的前方就是廚房 可以直接看到部分的製作過程 店員的風格也都很有個性 桌子底下的抽屜打開後 有調味料筷子之類的 豬腸以及叉燒肉 都是現場現煎現烤的 吃了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有一半以上的客人 點的幾乎都是豬腸蘸醬麵 害我好後悔沒有點 可惡 這家店的麵條吃起來 跟一般吃到的拉麵 口感不太一樣 他們家的麵是那一種 厚實有嚼勁的粗麵 吃起來很有彈力 還有在一碗拉麵裡 總是佔著重要角色的叉燒肉 這一片叉燒吃起來 整體的厚度還蠻厚的 雖然油脂的部分偏多 但是除了軟嫩的口感以外 卻又可以吃得到豬肉原油的Q彈 而且每一塊肉 都是店員拿著噴槍 現場慢慢炙燒完成的 湯頭的話 是比較偏向濃稠的質地 這一個鹹香濃郁的湯 配上Q彈有嚼勁的麵條 還有吃下去後 馬上在口中擴散開來的 豚骨鮮香味 真的每一口都可以吃得到 店家的用心 中途想要添加調味料 換換口味的話 也有七味粉、三椒、胡椒等等的 可以依照喜好自行使用 雖然說這家店沒有招牌 卻是京都的街道小巷中 很有名氣的排隊拉麵店 不僅有其他家吃不到的豬腸拉麵 以及整家店對比的店內外風格 都是很多日本人想要來朝聖的原因之一 在吃的過程中 也一直陸陸續續的有客人進店 一下子就把空位都補滿了 真的很厲害 改天有誰來幫我吃吃看 他們家的豬腸沾醬麵 入口還有出口是反方向的 分散人潮 這一點也想得蠻交道的 這家店也有一些觀光客會特地來品嘗 吃完一直很想吃的 京都隱藏拉麵之後 從這裡慢慢走過去 新京極商店街 一路上也看到好多特別的店家 像這裡還有秋雅的體驗手作梅子酒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選擇梅子 還有放糖的種類去製作 可以製作自己專屬的梅酒 但是要先預約 一邊慢慢地欣賞著京都特有的懷舊街景 一邊緩緩地散步 走過來大約10分鐘左右 這個商店街就在京都景市場的旁邊 在市場吃飽後 還可以來這裡走走看看 商店街裡也有很多餐飲店 衣服飾品店 雜貨店 以及名產店等等的 每一個角落 每一樣商品 也都很有京都的特色 在日本住這麼久了 看到這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傳統服飾 還是會覺得很新鮮 從大正時期就開業的 古老雜貨店 京的故鄉 販賣著琳瑯滿目的京都特色紀念品 以及伴手禮 商品種類豐富 很好逛 兩側也有不少的藥妝店 而且都蠻大間的 很方便 第一次看到這一種 賣著古早味黑膠唱片的店 感覺真的蠻舊的 拿起來的瞬間 有一種藝廚味 還有一間超大間的ABC鞋店 來日本之後 如果要買鞋子的話 也幾乎都是在ABC買 這一間店大到竟然有兩層樓 大人還有小孩的衣服鞋子都有賣 品牌以及種類的款式也很多種 之前有很多朋友問到說 日本賣的一蘭泡麵要多少錢 剛好今天看到了 順便拍一下 還蠻貴的 走一走看到很有名的景天滿宮 經過了好幾次 都還沒有進去參拜過 據說這裡求學問 求智慧很有名 也作為周邊繁華街的鎮守舍 守護著當地的居民 如果有來逛景市場 或是商店街的話 也可以來這裡看一看 露館 公司 公司 逛到這一帶 發現周圍有好多不同種類的動物咖啡 激 公司 還有貓頭鷹和爆貓的專門店 很可愛 還有大家都很喜歡的彩彩 也有迷你珠咖啡 但是30分鐘快要2000 這個珠珠咖啡有點高級 這家店可以說是新經紀商店街的名物 倫敦屋的倫敦燒 從旁邊的透明玻璃 可以看到倫敦燒的製作過程 不自覺的會想要一直看下去 從麵粉到成型 全部都是專門機器製作的 倫敦燒的販賣 從一個到30個的都有 還有分有盒子的 以及沒盒子的 外觀小小的一個 還有印上店家的LOGO 整體有一種精緻感 吃起來很像雞蛋糕的口感 中間包的白豆沙餡 也不會過度的甜膩 蓬鬆柔軟的外皮 包覆著口感綿密的內餡 很適合拿來當下午茶的點心 如果是帶一整盒回家的話 在吃的時候 聽說可以用微波爐加熱 或是用烤箱再稍微烤一下 吃起來口感都會不太一樣 旁邊賣的就是真正的雞蛋糕了 台灣的雞蛋糕曾經在日本爆紅 每一家店都大排長榮 現在感覺有比較降溫了 這樣一路逛下來 發現這裡真的有好多店家 都會讓人不自覺的 停下腳步多看幾眼 在商店街裡 也有像這樣子 武士及忍者的博物館 好像還可以換衣服體驗 這一間聖牛 是炸牛排定食的專賣店 我還沒有進去吃過 但是好像還蠻有名的 警示場明明每次都很多人 這一條就在隔壁的商店街 感覺逛的人潮少了很多 很清幽 看到這個 直接讓我想到新世界 除了主要的商店街以外 周圍也有很多小街道 可以欣賞到不一樣的街景 這一間餐飲店 也有濃厚的歷史感 有賣鰻魚凍及定食 但是價錢不太親民 隔壁還有這一家台灣甜點店 燕鳴很可愛 看到這種黃磚 整個很有親切感 而且居然還有學生優惠 很善良的一家店 剛剛在商店街裡 看到各種動物咖啡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特別想要去摸摸咖啡 很抱歉 我是超級行動派 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光商店街逛道 直接帶著大家去看貓 你好 謝謝 進店後 店員會簡單的說明 一些跟貓咪互動 以及飲料的規定 還會拿出一張家規 請客人過目 這家店的限制時間 從最短10分鐘 到一整天無限時的方案都有 飲料無限自取 因為進來的客人 也有很多觀光客 所以很多地方都有英文標示 店內空間很溫馨舒適 有寬敞的開放空間 還有各式空間 周圍放了很多漫畫、雜誌 還有貓咪的相關書籍 每一個角落都會看到 每一隻不同個性的貓貓 被我行我素的貓咪 療癒完了之後 回到商店街 想要去朝聖 日本連鎖咖啡廳 Dodoru的旗下漢堡店 口味種類很豐富 有鹹的也有甜的 這家店在網路上 也是很多人推的一間店 所以這次特別來吃吃看 店內的裝潢不僅可愛 卻又不適懷舊的和風經度感 很喜歡這家店店內的感覺 我點了一個塔塔醬炸蝦牌的漢堡 這一家店會這麼人氣的原因 是因為所有的品項 都是接了單後 在店內現場製作的 就連外層的麵包 也都是在店裡面精心烘烤過後 才提供給客人的 整體的大小 其實還蠻大一個的 這樣子300多日幣 我覺得不算貴耶 吃起來料多又實在 外層蓬鬆柔軟的麵包 與中間脆口香嫩的炸蝦 剛好形成了反壁 配上夾層新鮮清爽的深高麗菜 讓整個漢堡吃起來 口感豐富 清爽不油膩 其他也有很多口味 看起來都很好吃 喜歡吃麵包漢堡類的朋友 可以來吃吃看這家店 真的還不錯 逛完商店街後 來到景視場這邊 想要買一個京都的甜點帶回家 這邊下午的人潮 比上次早上來多很多 之前去金澤玩的時候 有吃到這個生麩的麻糬 覺得很好吃 這裡剛好也有賣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陪我一起 沒有目的地亂逛 這一次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